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又到了做时间的朋友 如果你在YouTube收听记得订阅 并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完的发现 如果你是在Podcast收听的话 除了订阅之外 请把节目连结 分享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拉近与财富的距离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方法 推荐我们家的App 就是我们家的App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的更新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一阵子没有来用的话 我会鼓励你回来用一下 然后看一下你是不是一个最新的版本 原本有一些 大家前面讲的一些小小的bug 我们都修好了 那如果你没有去下载最新的版本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好像一直是这样 我知道你是在说我 我马上更新 所以呢 要常常回来用哦 常常回来用 就会知道我们一直有新的功能 然后也会有新的优化 然后我们这个App 真的非常的用心生产它 生产它完之后还要一直维护它 维护才是要花心力的时候 真的就跟生小孩一样 教养才是真的花心力的地方 所以还没有去下载 下载完之后就要一直使用哦 好我们上一次已经聊完投资市场的涨跌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 我们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涨跌 就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说 涨跌是很多人的一个认知交互出来的 所以预测是预测不准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问几十百万人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算你问完了时间差也过了 对 所以可是我又常常听到有人说 他要做多或是他要做空 他不就是在预测吗 是吗 好 这个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好 那好让你这样讲也对 我做多就是我预测他会涨 我预测对啊 对 好那我们先解释什么叫 我们先讲做多或做空 再来讲预测的这个 对对对 好做多做做多好了 就其实就是像是你去赌场赌博一样赌大 那做空就是赌小 OK 好所以呢 大部分你有买股票的人呢 你都喜欢他会涨 你就可以买到价值一百万的股票 然后等着他涨 对 就希望他涨 是 好 那开杠杆呢 有一个特色就是本小利多 好 所以呢 一样 呃 你想要拥有一百万的股票 但是呢 你只花了十万 哦 你就有拥有一百万价值的股票 这就是期货的概念 好 里面有九十万 是你可能跟别人借的 好 不是你真的去借了 好 意思是券商或者是期货商借给你这笔钱来做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做期货可能是一秒致富 但是也可能一秒出局 好 那根据我很多年的经验来看 开杠杆的人 大部分是赔钱的 因为呢 只要跌一点点一些些 你就可能会赔很多 好 所以呢 如果像之前一阵子 市场跌了一千点 你可能瞬间就出局了 而且我们刚刚说 做期货是 你本来拿出的本金 有可能还不够赔 是 做个比喻 好像之前有案例 他明明只拿十万块出来做期货 最后却补缴了 好几百万 好 所以呢 重点其实 期货你没有很懂 没关系 好 如果你连股票就都做不好 你就不要想要去什么做期货 那是一个更进阶的领域 你除了要有专业知识 还要很好的操盘的心态 所以呢 你如果是做股票 你其实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台股有涨跌停的限制 所以呢 波动就没有那么的大 嗯 OK 所以意思就是因为 我记得台股是从 跌停板是从7%变成10%吗 哇 你这个 说出这句话表示 就是表示我够老 对对对 你知道我的言下之意就好了 意思就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 股票反正就是 它就是你投出去 一百万 最多就是赔一百万 对 不会再多了 不会再赔更多了 可是期货的话 有可能你看错一个方向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一秒出局 对 然后它下一秒再涨回来 也跟你无关了 对 可是股票市场 比较不会这么刺激 对 你只要 那个 在太 在太短的时间 你还来不及做反应的时候 它又回来 它又回来 有可能 有可能会这样 常常就是一交税行动 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发生什么事 你就不知道 对对对 但是也还好 然后别人说 昨天跌了一千点 然后你说 有吗 这是股票市场 因为它的波动 比较不会这么大 对 OK 好那 风险之外 好多大神都说 做多会比做空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 没错 好我先给大家一个答案 做多 的确胜率比做空 还有高 好 那因为长期 我们虽然不能预测 股市的涨跌 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讲 不论全世界的大盘 跟台湾的大盘 都是往上涨的 好 所以做多 是比做空还要好 好 那我有讲过 好像第几集的时候 我讲过通膨 第二集 第二集是讲通膨 既然通膨 我们就说资产会 每年 央行设定 就是2%往上走 尽可能的维持在那里 对 好 所以呢 你拥有股票 这一类的资产 长期来讲 我还是要讲的是 长期来讲 你胜率 赚钱的几率 是比较高的 是 但是呢 我来解释一下说 来你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 来我从 风险 还有复利效应 还有数学原则 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从数学原则来讲 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 你要保证讲的 要简单 很简单 好 我们来问数学的问题 好了 今天假设有一个 100块的股票 是 那我们连续三根 10%的涨停板 是 好 那你猜一下 第三天涨停板的时候 它会赚多少钱 好 我们来算 第一天 从100涨10% 是变110 是 好 第二天 110涨10% 变成121 是 好 第三天 121再涨10% 就是133 是 所以第三天的 那个10%是 133减掉121 嗯 就是赚12块钱 是 好 所以一样是10%哦 但是我做多 我在第三天 我其实是赚了12块 比第一天赚了10块 还要多 是 好 那相反 我们来现在讲跌好了 一样 100块钱跌3跟10%哦 嗯 第一天 100跌到90块 跌10% 那就是 10块钱嘛 不是 第一天 100跌10%是90块 对 对 然后它 赚了10块钱 对 好 那90块 再跌10% 变成81 那是1块 它就是9块钱 9块钱 第三天 81块 再跌10% 变72.9 是 那只赚了8块钱 是 好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个 一样 一个涨 一个跌 涨的呢 的第三天 我是赚12块 是 跌的的第三天 我只赚8块 是 所以呢 涨的时候呢 因为数学的原理 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涨的时候 我们喜欢做多的原因是 它越涨越多 越涨越多的时候呢 我赚的就会越来越多 每次的10% 就会越来越多 嗯 因为上面是没有加盖的嘛 它可以一直往上 对 对 可是往下的话 就是100块 加到最下面 就是0 最多就是这样子了 你顶多这只股票 变成0 是 你 你只有赚这样子 然后 请记得 我在股票市场非常久了 100块涨到 300500块的 很多 很多哦 所以 呃 做多 它的胜率跟 获利率 都会比较高一点 是是是 真的 你这样算一算 就发现 真的 做空的 下限是很明显的 就是那个空间 就在那里而已 对 可是做多 是没有上限的 对 对不对 这也 回头还是一样 它跟 心理学一样 其实心理学 很多人都会跟我 辨这一件事情 叫做 到底要悲观的 活着好 还是乐观的 活着好 因为有人说 什么是忧郁症 忧郁症就是 更客观的 看待这个世界 啊 就是 确实 是 就是合理啊 是世界 真的没有太美好 嗯 那我们为什么要 假装乐观呢 对 可是我会觉得 这个辩证跟 刚刚那个 Yellow 在算数学 有点像 就是 你当然可以 比较保守一点 悲观一点的 活着 你就会一直 预防坏事情嘛 对不对 可是你最多 就是预防坏事 有没有发生 如果你有 坏事发生 你真的会反应比较快 因为你平常都在 做准备 对 可是 如果你一直乐观 你就不会去创造 新的东西啊 对不对 一直悲观的话 对不起 对对对 你一直悲观的话 你就不会创造 新的东西嘛 因为你会觉得 没有意义啊 因为可能明天 就世界末日啊 就GG了 对 所以你不会有 新的东西 可是你只能 预防 坏事情 所以你会一直 把你的心智 去focus在 坏的事情上面 对对对 可是乐观的人 就是确实 他事情还是会 有时候事情 就是变坏 他还是会受伤 对 但是他会去 创造新的东西 而这创造新的东西 有可能会带给 他生命 很不一样 不知道 会带来什么 新的变化 那个回报是 会比较精彩一点 对对 回报是不可预测的 对 就是一个不会死 一个只是 比较不会死 另外一个是 富有 对 活得很精彩 多重的精彩 而且这很哲学 可以思考一下 人最终不都是会死吗 对啊 但是一个 大家最终都会死 但一个是 我这辈子就没有精彩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一样都会死 但是我好拥有精彩哦 你这样讲变得好疗愈哦 对不对 对哦 还不错 还不错 好我们拉回来讲 好 那 可是我刚才算这样讲 可是在投资市场 好像一直保持乐观 也不是好事哦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讲 它好像要来回来回的辩证 那假设 如果我买了一个股票 好 我涨上去了 就像今年的ETF 有没有 很乐观啊 对不对 那如果我再继续买 有没有 我就加码再买进 这样子 结果买了之后 诶 它开始跌了 哦 那我要怎么看待这个决策 是不是我这个决策 因为我太乐观 所以我做错决定 那我到底要怎么知道 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 是对的还是错的 好 OK 嗯 啊 我想要分享 很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 啊 我们不能用单一个事件的赚赔来归纳出说 以后我都这样做就好了 嗯 好 因为单一个事件的赚钱 好 你就会觉得 哦 以后我就一样画葫芦就一直会赚钱了 但是这样子 你就会陷入了一个说 我用一个事情来决定我以后都这样子做 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是 对 好 那第二个观点呢是 啊 投资呢 如果以时间角度来讲 我们的节目叫做做时间的朋友 所以呢 我们把时间的这个概念放进来 有不同的类型 长期存股 短期当冲 然后中期波段的价差 或者是什么 所以 我在某个时间点买在某一个价格 对 例如说短期当冲来讲 可能是错的 但是对长期存股来讲 可能就是对的 好 所以我们讲回来刚刚这一个例子好了 你本来买某一只股票或某个ETF 然后呢 结果呢 后来某一个时候又跌了 好 你如果是长期存股放久一点的话 好 那你可以赚到股利 好 那以后 如果更久了以后 股票它可能再涨回来 好 那你的决定可能就是对的 好 但是如果以短期当冲来讲 好 你买了之后 结果它马上就跌 但是因为短期的你马上就要做一个出厂的动作 所以你就赔了钱 那以那个决定来讲 就是错的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不能以单纯的某一次的赚或赔来判定说你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是错的 好 那我们再加入一个观点 你刚刚是说你本意是要长期存股 好 那这笔钱呢 如果只是你一部分的资产 好 然后呢 你下到之后 马上就卖出 好 那这对我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你既然是如果是想要存股的话 好 那像我们上一集讲的第一性原理嘛 你想要存股那就不论它涨或跌 supposedly应该要继续留着零股力 可是它这样子不会有时候就是要做损益吗 就是 那叫浮动 就是那个停损 就是如果它下跌的话 不是应该要那个停损的机制 好 这个是更深层的 长期存股 其实控制风险不是用停损来控制风险的 长期存股是用你的资金管理来控制风险的 例如说长期存股 它在跌下来的时候 你会有类似的一个公式算出来 你要买的更多 哦 是 去拟凭长期的风险 好 那这个是比较深的 好 所以我们讲回来 你长期存股 你有你的一个机制在 你是要领鼓励 好 第二个 你算是有存钱的概念在这里面 好 第三个 你要控制风险有不同于其他 例如说 像我平常在做我的停损啊 停利 这一类的控制风险的方法 不是用这种方法 在做控制风险的 是 这听起来就是你之后再开门课完整的来讲 好 听起来它有一个很大的脉络 对因为现在讲完大家都睡着了 就睡着了 好 那我们我们刚讲 你刚好像我在讲上一段 我有把一句话特别把它标示 用重音把它讲出来是 你一部分的资产来做存股 是 好 但是如果这笔钱你是 整个身家全部的钱来做存股 甚至是你下一个月的饭钱 都在这上面做存股 结果遇到COVID-19开始大跌了 你卖掉反而是一个对的决策 这个是以一个什么 以一个保命的概念来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不卖掉的话 你可能失去了这笔钱 假设好了COVID-19再来一次 真的跌很深很深 你下个月的生活都出问题了 所以你就当然是需要卖掉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投资占你总资金的多少的比例 这也是要一个考量的点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我讲回来 我们刚刚丢了好一些重要的观念 给我们的听众们 例如说第一个 你最原始 你如果是要存股的话 你就不是以 例如说简单的停损或什么来看待 第二个呢 是占你的身家比例多少 这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资产配置 有没有做好 对不对 风险管理有没有做好 对 好 所以呢 讲回来 正确的决策步骤 比单一次 那一次赚或赔更重要 不然你其实只是凭运气 在做投资 如果当你有一个长期的 一个标准的话 一个系统在做投资的这个事情 你才有可能赚长期的钱 好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投资在最后都是 修炼自己的心智 不会让自己 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那才能做出一个符合 我们的标准的投资的决策 这样 说真的 你说投资这么一个 有数据的东西 然后最后你还是说 它跟修心有关 是的 它真的跟心态有绝大的关系 不然为什么我们又要一起 互相合作 来做这个节目跟课程 就是你说 这真的也跟心理学很像 如果我们单就一个事件 然后来讨论对错 就是你刚才讲的重点 就是涨跌 它是没有绝对的 对不对 你要看你还把它放在什么策略 然后你现在的资金部位在哪里 对 这个涨跟跌才有所谓的 才有意义出来 而且这意义只针对你 对对 每一个人不一样 一个男生女生 年纪25 35 55 都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那这跟心理学一样 比如说我问大家 你们觉得离婚是对还不对 哇这大灾问 我们相信听众们 有很多人想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你一定也知道 这没有对错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那种 没有办法跟人好好相处 然后只要一有冲突 你就很想要跑掉 那分手离婚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经验 你该经验的 你在里面要学习的东西 是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发现 你尽力了 然后你们真的不合适 然后你发现 或者你发现 其实你一个人比较 比较舒服 你是因为真的懂了自己 需要什么 然后你做一个决策说 那我还是把回来一个 单身的位置 我可能会比较愉快 那这个分手 有很有可能 就对你来讲是对的 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行为 直接来判断它 可不可以 合不合理 对不对 就没有这件事情 那最终就是回来 你内在的那个评判基准是什么 对 真的是这样 很多人问我说 某某股票 什么价格能不能买 我想说 你几岁 你有多少钱 你要买多少 你要放多久 这些 对啊 都是要问你自己的事情 对啊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我该不该跟他离婚 我想说 你们有没有小孩 你们的关系到底怎样 你们背后到底怎样 你没有告诉我这个 你只问我可不可以 我心想我要怎么回答你啊 所以好 那要我再问你哦 如果我的决策是有符合我的标准 就像你刚才讲 我知道我在干嘛哦 那我也真的去做了哦 可是我做了之后 啊 他还是赔钱呢 是的 但是不是我就投资失败 我还是不要碰投资好了 我就直接回去好好上班 是这样吗 那或者反过来 我怎么做就怎么对 那我是不是很适合辞掉工作来投资好 哇 这两个都好极端哦 好 我要直接这个答案很简单 你有做你的标准 然后你赔了钱 如果是一两次赔钱 那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算投资的失败 但是如果你这个标准一直都赔了 一直在赔钱 你要回来看你的标准对不对 是 好啊 他一样随便买随便都赚 比股神还厉害 这算不算成功呢 我也不觉得是成功 可能有这样的人 好 但是我也不觉得 如果以短期来讲 我不觉得他是成功 好 因为呢 做个比喻好了 我也看过了 所谓少年股神 随便买啊 然后呢 就就会涨 我跟你讲 202就是以今年 202是在讲 随便买 真的随便涨 也是有很多少年股神啊 好 今年真的是 真的 他就是好做 很好做 所以结论是 你这样子反而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 叫做看顺眼就买 买了就赚好 但如果假设啦 又遇到某一天大跌的时候 你会因为相信自己 然后我就是很厉害 运气好 你就会坚持不要卖 反而可能就一次被台出场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喜欢失败 但是在投资市场有一个误区 大家都觉得赔钱就等于失败 这赔钱跟失败 大家其实很有心理的连 压力啊 对啊 我都赔了钱 然后我失败就好像这就真的是一种失败啊 但是其实如果你觉得赔钱就完全等于失败 你永远就不会学习成长 因为当你能面对短期的失败 你才有办法得到长期的成功 像你刚刚之前举的例子 我们在两性关系之间遇到冲突 我要面对短期的沟通啊 会很挣扎 但是不经过这样的路 我怎么样得到长期良好的关系 所以投资世界的成功跟失败 是在盖棺论定的那一天才决定 就是我们GG的那一天啊 所以提到投资世界里面有各种策略 我们刚刚讲的 长期存股 短期当冲啊 中期波段啊 各种 还有很多我没讲到的 每个策略有不同世界的大神 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大神好了 都有自己的投资哲学 你只要慢慢建立你自己的投资哲学 然后愿意面对 有时候会赔钱的结果 但是可以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你就可以在市场上面待得比较久 像我们说的巴菲特好了 他也不是说某一次赚很多 然后就从此变成首富 他是因为他有办法长期稳定 然后赚钱 而且活到现在九十几岁 他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比他partner 还要久 对 所以呢 这才是真正投资世界的成功 好 讲到巴菲特 我就要来讲一下他的那个名言 他有个名言 我想大家都会朗朗上口 就是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恐惧 对 因为我这意思是说 股票跌的时候要赶快买 啊涨的时候赶快卖 是这样吗 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意思的话 意思好像是这样子 好 这就是一个大家有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有的 不能算是谬论 盲区 大家都把这个当作是生命的归孽 然后呢 想买股票的时候啊 他就拿这个来背书 支持自己的论点 对 巴菲特说的哦 所以现在我买的是对的 好 到底这句话是怎么正确解读 这个答案呢 其实是错的 来 千万不要用一句话 就当作人生的哲学 因为我们大脑 其实很容易被有押韵的话语 去吸引 真的 例如说 高风险 高获利 这句话 你如果觉得 真的是一个圣经 你觉得很对的话 那面对高风险的时候 你就会all in 因为呢 你就会觉得说 因为高风险才有高获利 你就以为他有因果关系 对 好 那你all in 你就会死得很惨啊 再譬如说 有一句我们常开玩笑 男人的嘴 请问下一句是什么 骗人的鬼 这是合理 这是真理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 两性关系 没有啦 这句话就是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男性 或你的异性 就没办法好好相处 对 所以呢 我们说 别人贪婪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恐惧 这其实是假议题 是 因为说真的 你可以看到别人有多恐惧吗 你很难看得到 他没有一个量表 虽然美国真的有一个恐慌指数啦 但是他不代表 真正的市场 真正的那个 好 所以你这也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很难看清楚 到底是明天很恐惧 大后天恐惧的超夸张 还是一年后 的那种超级恐惧 我们再来买 你很难 讲清楚 重点来说 这一句话 对我来说 他的意思是说 别人恐惧到 卖股票 然后价格下沙 低到一个 一个股票 符合我的标准的时候 我才会去进场 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 价格低到一个标准 他那个标准呢 每一个人不一样 巴菲特 有他的标准 其实也呼应我们刚刚在讲的 短时间的涨跌不重要 你有没有那个标准 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这里顺便补充一下 一个知识点好了 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 听完之后 可以炫耀给朋友们听 说你多懂 这样子 巴菲特他就是一个 价值投资学派 所以呢 未来 你在金融市场上面 听到价值这两个字 大家其实不太知道 就以为价值听起来 就是很有价值 很有价值 对不对 价值就是便宜 价值这两字 以后你就翻成便宜 嗯 好 像最近很有名的一个ETF 叫做价值高息基金 嗯 自己自己去Google 好 你自己去Google 我们来拆解一下 价值 他 哎 价值高息嘛 他是有价值 而且有高配息 好 那高配息 我们先讲高配息 公司要有赚钱 他才能 配得出股息嘛 嗯 所以呢 意思就是 获利在一个水准以上的公司 嗯 好 他就是有高配息 好 再来 有价值 价值就是便宜这两字嘛 嗯 所以呢 我从一排 有高配息的公司里面 选出最便宜的 是 好 那当然不能 对 都不能选一支嘛 他竟然是ETF 选几十支出来 嗯 搭配成ETF 是 我做一个比喻 就是你去选全联买早餐玉米片 你就从这十个品牌之中 找出五个有蛋白质在80克以上的 嗯 的品牌 选出最便宜的那一包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ETF就是 或者是说这里面有100个品牌 就玉米片 然后有 其中有10个是有80 蛋白质在80以上 然后再从这10片里面选五个最便宜的 对 就会变成那个ETF 对 所以价值这两个字呢 听起来有点风险 为什么听你这样一讲之后 我就不值得了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经过 这是经过复盘的 长期复盘的 你去买便宜的公司 放几个月很难 但是放个几年之后 便宜的公司通常获利会 就是它上涨的会超过贵的公司 相对之下 是是是 好 所以它这样做其实是对的哦 是哦 这其实是对的哦 所以呢 呃 这 我现在讲这个就太深了 但是它这是经过数学的回测的 所以我刚刚讲短期跟长期嘛 有一些人说哦 我买了这个ETF短期没有赚 真的太烂的 你不能这样看 因为它这个 这个回测 这个复盘是经过很多年的 所以意思是 你放那么多年之后 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所以你买这支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放很久 你要放很久哦 对 这个前提是这样子 是大家不知道这个前提是这样子 OKOK 好 我们现在知道巴菲特的话不能全听 然后听到有价值的时候就想 嗯 便宜 便宜 这样子 所以自己要 要自己做判断 对 那因为我还是要问你 我们不是巴菲特啊 可是我真的很想 就是我看好了一个产业 或是一个好公司 我要判断一个买点 我到底要什么样才是那个好的时间点呢 好 我的答案呢 要举一个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成语 嗯 若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银 只要有符合我的鱼网的鱼 好 我才会去补 讲白话就是 你要符合我的标准 我才会去考虑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巴菲特 他也是这样子做的 好 假设 啊 他看到有一个 呃 价值80分以上的公司 好 他觉得很棒 好 但是他设定的是 他的价格要回到50块的时候 才来买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假设好了 遇到什么金融风暴 这个公司的股价开始跌了 大家开始恐惧了 假设他本来从80块跌到70块 嗯哼 大家很恐惧了 巴菲特会不会去买呢 不会 要 呃 70块又跌到60块 大家都超恐惧了 这个时候呢 巴菲特会不会买呢 还是不会 他要等到跌到50块的时候 巴菲特才会去买 因为他当初就是设定50块 是的 他的标准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说 呃 巴菲特说 别人恐惧我贪婪 这句话是 没有因果关系 嗯哼 他说的是 现象学 但是大家都以为说 有一个关联性啊 他以为说 哦 价格跌了 任何公司 我都可以买哦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巴菲特他真正要说的是 一个好的公司 价格呢 跌到他预设的点 他才会去买 这样子 所以当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想要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不会被外部的声音所影响 做出错误的判断 嗯 所以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投资方法呢 就是 因为外面的变动 你是无法控制 也随时在变动 好 所以唯一活力的方法是 你要设一个渔网 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论 嗯 你刚笑的是因为 我们真的是要去 不是 去补鱼 补鱼吗 因为在两性关系里 设置渔网 就变海王跟海后 好了 就差 差远了 那 那 哎 我们 至少我们找到了心理学 跟投资不一样的事情了 没有 等一下会讲 他是一样的 不要管我 就早知道还有一个方法论 就是 就是 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然后 鱼 流进来 然后是你要的大小 才把它补起来 对 是的 而不是用鱼竿说 哦那边有鱼 你就掉过去 然后这边有虾 你又甩过来 这样子其实是 赚不到钱的 好 虽然我刚才插题 但是这其实跟心理学 还是一样的 来说说看 我还蛮想要听的 就是 你看到世界一直在变化 如果你因为 谁跟你说了什么 你就变成他要的样子 那今天另外一个人 又在跟你说了什么 你又要变出去 对 像我们自己做节目 很多人都给我们意见嘛 你应该怎样 你又应该怎样 可是我们回头就要问 我到底想要做一档 什么样的节目 我到底想要呈现 一个什么样的我 我会觉得是我想要的 所以那个东西都是回头 你要去问你自己 你那个内在的机制是什么 你那个内在的决策点在哪里 是的 不只有在制作节目也是 你在生涯上 你在关系上 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今天遇到一个人觉得 他很帅就去了 然后明天再 可是很帅通常又 会有别的问题 对 那你明天又遇到另外一个 他好温柔哦 那我要去了吗 就你要回头问自己 可以又帅又温柔嘛 对 那出现在韩剧里面这样子 就如果你调整订太高 你永远买不到股票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对就是 所以他就是一个 你又要懂这个世界 可是你又要懂自己 对 他就是一个来回的过程 所以建立自己的哲学 真的很重要 是很重要的 而且建立哲学之前 你要先搞清楚自己是谁 嗯 你要对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所以这样才会知道 那个外在的波动 涨跌你就比较不会 跟着起起伏伏 你会比较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跟你要怎么理解 这个数字 对 那这个 那个耶路 我们做时间朋友 快结束了 真的 生命就会走到这一天 十个单元 信业单元的最后一个主题 时间过得很快 对我们要来聊财富自由 我觉得大家都对财富自由 有一个想象 然后都觉得 哇我一定要变成财富自由 好像这是一个 哇财富自由 听起来厉害啊 听起来很炫的东西 然后无限的吸引力 放在你前面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下一集就要来聊 多少钱算财富自由 嗯 然后怎样才能财富自由 好 下一集聊给你听 是的 好那我刚才回到说 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内在自己的哲学 那内在自己的哲学 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 就是你要够了解自己 那如果我们要够了解自己的话 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绕不开 一定要去经验 就是你要先搞清楚 你的原生家庭的关系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原生家庭出来的 是 我们跟家人的互动 我们在被养育的经验里 形塑了我们今天非常多的想法啊 情绪啊 认知 所以我们会有一档新课 是玉婷老师 就是心里懂猫猫的主讲者 玉婷老师 他的最新课程就叫回家 好 副标题是深度疗愈自我 学会爱与被爱 会用非常 我自己上了课之后 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大 而且让我真的对家的理解又更深 然后对我看待我爸妈的眼光 完全不一样 感觉我也很想要学 对对对 这堂课我觉得没有人不需要 因为我们都要回家 然后我们都有家 我们跟家的关系 那个距离到底如何 在这门课里头 我上到现在 很多我周边的人已经听过 都觉得哇 他听完课之后 跟自己和解了非常多 真的会更清楚自己怎么 而且我感觉你们下标 像这个也非常有一个 那个关联性 当你深度的疗愈自我之后 你才可以有办法去爱 以及被爱 真的真的 而且你才知道什么叫爱 真的懂爱 所以这个课程在7月22号的凌晨 0点01分 你就可以去参加了 所以非常鼓励你 你如果有跟家的议题 有一些纠结 也许你觉得大部分是幸福 但有一些部分你是过不去 或是你是那种 只要一想到家 要想到要回家 你就觉得好压力好大 那这门课都会非常适合你 是的 就玉婷老师的回家 好鼓励你去社闹钟 好那我们下一次就要聊 最后一集 财富自由 那还会有一集 say goodbye集啊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两集 Q&A之类的 对对对 Q&A 好 那我们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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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